作詞人物 李宗盛 李宗盛 攝影是一隻透明的杯 你裝過橙汁下去 我只是看到橙汁 但是看不到那支杯 我看照片的時候 我看到的內容 但是看不到攝影 攝影其實什麼都不是 攝影是一件事 攝影是一件事 攝影是空的 我是蕭韋恒 我喜歡自稱是photo artist 或者自由攝影師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不是用攝影去衛生 我這麼多年來做的藝術創作 都是屬於自發性 我覺得攝影只是一種工具 拿相機個人思考的想法 是重要的工具 中館我現在這麼多的作品 都是在香港拍攝的 因為我是喜歡香港這個地方 但是對香港這個地方也沒有懷疑 也是想再探索多點 試從不同的角度去找我心目中在香港 Rosada這個項目 理念其實是想了很久的 其實挺難拍的 因為空氣是隱形的 你怎麼可以拍空氣呢 只可以拍攝被污染的物 乘車或駕車經過草叢 它其實鋪了很多層 很多樹都 就忽快其想 不如應該是哪隻物 路過程是首先做地方的研究 駕車或駕彈車的話 旺角同學班就不用多說了 車來車往那些 最污染的地方是新界 我覺得是新界 以為新界厚花雨 你想想一下我和你去龍谷灘 那地方 你會覺得很驚喜 因為你會發現綠色的植物 變成白色的 我覺得還未是醜惡的 我收集看它的表證是否強不強 然後可以了 就看它的根 附近的環境 是否嚴重得這麼厲害 真的很容易拔 放進膠袋 就好像鑑證科一樣 一拔就放進膠袋 然後放進膠袋 然後放進膠袋 回到家裡拆開它 然後就直接拍照 其實這樣手法 我就嘗試用一些 類型學的方式去拍照 像是拍標本的 拍照 主題清晰 整件事的感覺 會是系統化了 我也想借助植物 其實跟香港人沒有分別 比拜在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生活的環境 如果好像要說 我純粹覺得 攝影就是紀錄 怎麼說 以前那些說可能是對的 如果在我現在去想的方法的時候 會是整件事會狹窄 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那個改變是會在藝術作品裡看到的 大小小的改變 對每個人的影響 在藝術作品裡面 是最難夠體現得到的 代表那個時代的產物 代表那個年代的人 是想念物的 攝影是其中一種產物 始終攝影是 控制一個人 我覺得純粹是攝影才有看法 介懷攝影是否真的要反映現實 看攝影的方法 是忘記了攝影本身 在藝術作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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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藝術作品裡